大家好 今天是8月初 追行修求盛开了 它的开花季节通常是7月底 8月初 追行修求也是 备受大家喜爱的一种修求 因为它不需要很多的打理 只需要给它浇水就行 另一个原因就是 它是薪资开花 所以保证每年它都会有花开 尤其是在多隆多 这种北边寒冷的地区 当它刚开放的时候是白颜色 然后它会慢慢的转变颜色 尤其在秋天的时候 它会转变成红颜色 这个可能是取决于温差的缘故 就是到了夜晚的时候 温度比较低 然后白天的温度高 它会促使它慢慢的变色 追行修求有许多种类 有许多很popular的品种 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变得非常的红 叫Strawberry 还有Quickfire 很多的品种 这个是Garden Flux 因为今年比较暖和 所以它开得比较早比往年 所以现在花期已经有的开得差不多了 但是它今年开得也特别的茂盛 这个Garden Flux也是非常被受大家喜爱的 一种多年生的花卉 它开放的时候花量巨大 而且是成一片一片 以前我没注意到它有香味 今年我还闻到了它有淡淡的花香 非常美 这种花也属于是low maintenance 几乎不需很多的打理 只需要跟它浇水就可以 它既可以种在全阳的环境 也可以种在半阴的环境 只是它开花的时间不一样 这一丛呢 我就是在半阴的环境 但是呢 它依然开得特别的好 现在也开得已经差不多了 今天是七月底八月初 这一小虫呢 我种在了树的下面 它也一样开花 开得晚 花量呢 不是很大 但是呢 它也依然能开花 所以呢 我在院子不同的角落呢 都种了一小虫 这样呢 就可以持续它的花开时间 今年的月季开爆了 这个月季本身是爬藤月季 但是呢 我没让它爬藤 就让它 长成一个灌木的形状 但是今年呢 我就是 经常给它待在海顶 把死去的花朵呢 及时给它捡去 所以它就不停地发心损 也不停地在开花 今天已经是七月底八月初 它还在绽放 这个一个头上呢 开了有四朵 而且开得非常的大 这个是一虫 Dye Lily 这个呢 我也种在了 大树的下边 但是呢 它也开花 而且竟然 今年开出了 副瓣的花形 所以Dye Lily呢 它有的品种 还是有耐硬性 虽然它是喜阳的植物 这一朵 现在在慢慢地打开 这个小月季呢 是Knockout的追 刚开始是开 黄颜色的小花 然后呢 渐渐会变成白颜色 非常漂亮 而且花量呢 很大 它会不停地开 我把那个死去的花朵 把它剪去以后呢 它上边的 出来的新枝 每一个枝头都有花苞 从春天一直开到深秋 而且它的颜色呢 也很容易跟花园里 别的花卉呢 香搭 是一种非常值得种的庭院小月季 这个是叫Lemon Drift 这个是Cornflower 这个花球已经开了很久了 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现在可以把它 带到海底以后呢 促进它别的新枝开花 可以看到下面 这颗小枝 已经上面有花苞 所以呢 这个需要把它的这个 第一批第二批的花朵呢 要把它剪去 然后能促进新枝呢 开花 这个花非常漂亮 这个是大花修球 现在开得依然美丽 这一株呢 我种在了半阴的环境 阳光不是很多 但是居然它也今年开花了 这个每天的日照 可能不到两小时 是造成的阳光 但是呢 它的开花量就不是很大 有好多字条 没有开花 但是种在鹰的环境 有个好处 就是它的花能够持续很长 这一组开爆了的大花修球呢 现在在逐渐的转变颜色 因为这个的阳光 造势的时间长一些 所以呢 它的花变颜色变得会早一些 今年简直是开爆了这个修球 从来没有这么开过 因为多龙多去年的暖冬 和今年的暖冬 所以促进它开了这么多的花 它也会渐渐的变成淡绿色 这个是Endless Summer 这个呢 它的花呢 正在转变颜色 从原来的粉颜色 变成浅粉 现在呢 有一点点的绿了 过几天 等到颜色转成绿色 就可以把它用来做干花 这个干花能持续很长时间 我去年做的干花 现在看上去依然是绿色 非常漂亮 这个是黑莓 然后每年都长得非常的旺盛 尽管都没有人管理它 但是它依然长得非常的好 生命力极强 它的根呢 几乎就是在石头下面 长出来的 本来以为这样会影响它的生长 恰恰它会帮助它生长得更好 可能大部分的根人都喜欢阴凉的环境 所以呢 它长得非常的好 硕果累累 每天都能采收 一大碗 再会掉 再会掉 几乎 再会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